我们来继续看线程的控制 接下来我们学习到了线程的取消 在线程中指的这一节小节课里边 我介绍到了几种推出方式 其中有一种方式就是线程的取消 那么在这节课里边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到底如何去取消一个线程 首先来看取消线程的函数 P算的Cancel的 它有一个参数 就是指定去取消哪一个线程 如果函数成功了就会反复0 失败会返回一个错误码 那么这个函数 它本身的意义就是向指定的线程 去发送一个取消信号 但是取消只是发送一个请求 它并不意味着去等待线程的终止 是不会等待的 这点大家需要注意 而且即使你这个取消请求发送成功了 那么那个线程也不一定会终止的 这个也需要注意一下 到底这个线程会不会终止 要看这个线程 它的取消状态 那么接下来就设置到一个取消状态 想先来看一下它的概念 线程对取消信号的处理方式 有忽略或者响应 线程在创建的时候 默认是响应取消信号的 也就是说 即使你这个取消信号过来以后 我可以选择去忽略 不去做任何处理 或者我去响应你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调运函数 P算的CancelState 这个函数可以设置 现成对取消信号的一种处理方式 其中它的第一个函数 就是对处理方式的一种设置 如果你把它设置为 P算CancelEnable 这个Enable很明显就是使能 那么你就可以去响应 这个取消的请求信号 如果设置为了Disable 那么即使请求信号发过来 你也不会去取消的 那么假如我设置成了一个Enable 这个时候它会响应取消的请求 这时候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它到底是立刻去取消自己呢 还是等于会再去取消呢 这也引出来了下面的这个概念 取消的类型 所谓取消类型 就是现成对取消信号的一种响应方式 我可以选择立刻取消 或者去选择延时取消 在创建的时候默认是延时取消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个函数 P算CancelType 来设置它的取消一种方式 它的第一个函数呢 就是对取消方式的一种设置Type 如果你把Type设置成为一个P算CancelDefined 这是一个延时取消 就是等一会儿再取消 如果你把它设置为了P算CancelEnableCross 那么这个函数呢 它是一个立刻取消的 马上就把自己给取消了 当然这个函数呢 还有另外一个参数 一般我们把它弄为空 如果不为空的话 它会保存一个旧的取消的类型 同样在取消状态里边呢 也有一个参数 是保存一个旧的取消状态的 那么接下来又延伸出另外一个问题了 假设我把这个取消状态设置为Enable了 可以取消了 取消了类型 设置为一个延时的 这时候问题来了 它到底是延时到什么时候呢 不能说无限期的去延时 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对吧 它延时也有一个期限 这就是一个 另外一个概念了 取消点 它延时到了取消点 就会去立即执行一个取消的动作 那么取消点到底在哪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看取消点的概念 取消一个现场 它需要被取消现场的配合 现场在很多时候呢 会查看自己是否有取消请求 如果有它就会主动退出 那么这些查看是否有取消请求的地方呢 就是一个取消点 很多地方呢 都包含取消点的 你比如说下面我能说这些函数 那么具体大家想知道 哪一个函数它是一个取消点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手册 我已经把这个手册打开了 那么推出给大家看一下 是这个手册 manpstent这个手册 这个手册呢 下面有一个取消点 给大家列出来了 慢着错看一下 这 cancel point 下面列出的这些所有的函数呢 都是一些取消点 然后现场用选到这些地方呢 就有可能会取消的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什么 大家去扫一下 其中有一个函数啊 你比如sleep这些 还是read 你们发现这个许多IO操作呢 它都是一个取消点 那么其中呢 我这个例子会用到一个printful 大家看一下printful是不是一个取消点 在这里printful呢 它也是一个取消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个例子 去看一下到底如何去正确的取消一个现场呢 到底如何使用一些东西 先来看一下这个例子的大体框架 主线程创造了一个新的现场 然后休眠了两秒 这样呢 程序执行到了新的现场 新的现场首先将自己的取消状态呢 去关闭了 不可取消 然后打印一句话 证明自己重在过 接下来新现场又休眠了四秒 那么程序呢 又回到了主线程 这时候主线程就会掉用cancel函数 去给新现场发出一个取消信号 然后呢 继续掉用赵函数 去等待新的现场结束 这个时候呢 赵函函数完了以后 它又回到了新的现场 新的现场呢 打印了一些提示一句 然后呢 将自己设为一个可取消的状态 那么接下来呢 因为取消信号请求已经过来了 接下来这个新现场呢 很有可能就会被取消了 我们看它在哪里被取消的 新的现场取消了以后 那就是结束了 那又回到了逐线程 逐线程呢 我要把这个cancel函数的返回值 还有这个新现场 它的推出码打出来 我们知道新现场呢 现在是被取消掉的 那么它的推出码呢 并不是你在这个函数里面 指定的一个推出码 它应该是一个p3的高cancel的 那我在这里 上个节课已经讲到过了 在它的几种方式里面 应该有吧 线程连接 在这里我们看一下 线程连接 里面应该说出来了 如果这个指定的线程呢 它被取消以后 那么呢 在你连接的时候呢 它的返回码就变成一个p3的高cancel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写这个例子 我们来打开操作系统 来写这个历程 给它起名 虽然的cancel.c 在这里边 我将用到的几个几个函数呢 写给大家列出来了 方便大家写程序 我写给新现场 它的启动力 它们打一个框架 先 反回值 穿餐 这些都是空心的 写给它了一个反回值 我写给它了一个20吧 随便弄一个 接下来就是组函数 incomate 组函数第一步呢 是一个创造线程的 我首先要几个变料 tid 再来一个整形的 保重反回值的 接下来就是正硬的创造了 p10段 create 第一个参数 写程id tid 是由系统帮你制动复制的 第二个参数 属性 默奥是空 三个参数 启动力程 第四个参数 传餐 也是空 不传 然后判断一下 如果创造失败 那就没有意义了 直接这个程序就完了 打印一句话一下 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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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现成的操作 我们现在学了几个了 它成功了 都是返回的 是零对吧 如果创造成功了 先睡眠两秒 给新现成一个机会 去执行 接下来看新现成 首先它将自己设置为一个不可取消的状态 那么我先来几个变料 也是保存返回值的 写个变料名字吧 现在一个state 就是说 然后state 我们用一个函数 p oid set cancel state 接下来aki账户 第一个参数就是他的取消状态 是不可取消的 straightforward c jurors 我们还是用哪个呢 イヤ captured 这样牵扯拿出了 算了 我直接给你写了 到一刀张 b4简ATOR 应该写对了吧 保存旧的状态我不保存来空 而且你也是需要判断一下的 成功 它是返回的是零 如果StateValue不等于零 那就是设置失败了 Painful SetCancelState Fill 接下来 这个返回这种事不要 直接打印计划去 我们要 让它打印计划 证明自己存在过 Painful I am new set 刷一下存在感 接下来它用休眠了4秒 方便组织成去对它进行一些操作 对吧 切换到了组线层了 休眠以后 切换到了组线层 组线层要干的操作是 取消它 然后再来列结它 先给它发一个取消请求 那么这里边我也需要几个变料 来保存它的返回值的 其算 Cancel 指定线层 PID 如果失败了 那给我取消失败了呗 winterful cancel 10万 断了 如果成功了 我继续让它转 我们这个新的线层 转valu 等于 pswap 这个转函数呢 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pid 第二个参数呢 它是一个新线层的推出码 对吧 然后我将这几个变量再给定一下 然后忘了 same value 转败了 然后 这个还有一个转函数 它的第二个参数是Vodshare类型的 这个我们给它列出来 好像大家可以翻一下手册啊 它是一个 二级指针 这已经取地址了 再就变成一级指针了 好 接下来照以后呢 它又飞回到了一个新线层了 看看新线层应该干什么 新线层刚才是睡眠以后到这儿了 先来打印一句话 提示一句 about to cancel 简单的说一笔就下来 接下来它要将自己设置为一个 enable的可取消的状态 复制一下 然后就行了 把它粘贴了 用了一个 这个时候呢 再有变成一个enable了 然后我继续可能需要判断一下 这个需要判断吗 我就暂且不判断了 因为它一开始 这个是会成功的 我如果判断了 可能你也看不到 我还写上来了 stateValet 不等于0 再来一句话 enable set cancel state enable 设置成一个可取消的状态以后 那么关于它的取消类型 我先设置让它一个默认的 默认的我们知道是deferred的 它是一个延迟取消的 接下来我来打印一句话 printful 因为printful它是一个取消点 对吧 first cancel 这个时候呢应该是执行到这句printful以后被取消的 因为呢它是创造了这个send cancel state成功了以后 所以这句话不执行 那么直接到了下一句printful 这是一个取消点 默认的是延时取消的 所以在这一点应该会打一个对句话 然后现成就被game over了 为了证明它在这game over了呢 我还就需要一句话 再来一句 second 这个时候呢 这一句话应该是打不出来的 当然后面这个return value也是补充在的 到了这一句话 它已经取消结束over了 又回到了组线程 组线程 接下来 它回来以后 我叫几个返回值打印一下 空下吧 printful newsled send 退出码是多少 rease 百分之 d 它的退出码呢 保存在照样函数的第二个参数里边 对吧 所以也不需要巧识转换 最后别忘了一趟 我们来编译一下 我就懒得丑错了 有可能会写的臭 如果我画一些小错误别译的时候 我就会看到了 还有p shred 类型的 类型这个生存库 send cancel c 指定一个名字 还给它来个算的 cancel 果然会有错误 再有个变料位声明 我们来把它声明了 state value 声明了是我写错的 写的时候犯了一个小错误 超多了 然后这个不等于没打上来 这样应该就OK了 然后我们来执行一下 sign cancel m new slide 在寿命的两秒钟以后 直接回到了新线程 m new slide 然后新线程 它休眠了4秒对吧 回到主线程以后 主线程把它取消了 然后再等待它 这期间 然后又回来到这 它自己又打一句话 所以它是隔了4秒多一点 又打印出一句话 abound to cancel 接下来 它把它设置成了一个 可以取消的状态 然后呢 因为默认的是一个延时的取消 所以直线到下一句话 print for first 它就被取消了 取消以后回到了主线程 那么主线程之后 打印出一个推出码 推出码是-1 不是我们直接所设置的 那个推出码了 我们看那个 这些设置的推出码 好像弄的是20 对吧 如果它没有被取消的话 它的推出码 最后从它推出 应该是20 我们打印出应该是20 现在是-1 那么-1是什么 怎么来查看 我们来打开这个投文件 它在这个include项目的投文件里边 应该有一个b次 看是不是在这 p3.h 这里边应该有这句话 看这 define p3.h 刚cancel 它是一个-1 所以 它就跟我们刚才的一个融合了 刚才我们打出来 它推出码是-1 说明它被取消了 接下来 我来把这个例子 稍微修改一下 在这个例子里面 新线程 它中间把这里设置 一个可以取消的状态 那么我把它改一下 弄成一个不可以取消的状态 看看会不会产生一个 我们期望中的效果 disabled 把它设置成不可取消的状态 那么即使这个开手信号发过来以后 它还是不可取消的 会忽略到开手信号 所以会打印出第二句话 second cancel point 整个这个程序呢 是return 20 最后我们用照项数 去连接它 那么这个return value 最后打出来那个execode 它也是个20 好 我们编译下来执行 看看到底有没有问题 没有写错 然后呢 我们来执行一下 抽取4秒 然后打印出提示一句 for the cancel point second point 用算离三口20 它是一个正常的推出 所以呢 我们在中间 我们把它设置成disabled以后呢 它是不想用这个取消请求的 接下来我们再稍微改动一下 在这个里边呢 我还把它设置成一个enable 让它想用一个取消请求 但是在后边 我要给它加一句话 来个type value 用p-swad setPencil type 修改它的 小英取消请求时候的类型 默认呢 是一个延时的操作 我把它改成一个立即的 也就是收到信号了 它会立即想取消请求的 第一个阐述应该是 设置的p-swad cancel at-no-cash 我来设置一下 这个单车太长了 不太好记 这里 这个 这个状态 我们不需要 然后弄成空 同时呢 需要做一个判断 如果type value 不等于零 设置失败了 send cancel type 通过这句话呢 把它设置成一个立即想一个取消的请求 而且上面呢已经打开了一个它的小英状态 可以小英取消请求 如果设成立即的话 那么它马上就退出了 所以呢 那我们应该看不到这句话的 firstcancel的话也是看不到的 因为是立即 马上取消了 最后呢 这个照样函数里边的第二个参数 那么它的推出码 我们打印出来 应该是一个cancel的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cancel呢 它是-1 我们来编译一下 看有没有错误 先看 看有没有错误 我们来再执行一下 ncancel的 休眠4秒 abot cancel ncancel cancel cancel 那么first cancel 这句话也没有打印出来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在 这里边加了一句话 在enable后边呢 我把它设立成一个立即 想用取消请求 所以呢 它会马上退出的 不会等到下一个 那么总体来说 我们来翻过来 概括一下这些小节的内容 取消函数 通过pcancel呢 指定一个去取消哪一个现场 成功返回0 失败了 返回一个错误吗 但是这个函数呢 仅仅是发生一个取消请求 具体另外一个现场怎么做 要看它自己 首先呢 人家要看自己的取消状态 是不是可以取消的 然后看它的取消类型 是立即取消 还是想用到下一个取消点 那么取消点呢 具体用哪些函数 是一个取消点 我们可以通过手册来看到 大家在这里边写一下 没有 pswap 大家看这个手册 可以看到那些东西 就有取消点 最后我们做了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后面呢 我有一个作业 这个作业是商店的时候 比较简单的 那以后我的作业拿出呢 我给大家敲出来吧 作业 大家做一个简单一点吧 证明一下 现成 可以自己取消自己 这个非常简单 大家自己做一下 OK 这一小节 就是点就这么多了 咱们 看看